練射箭来改善肩胛的稳定度 已经准备好这个pose 为什么它可以练到肩胛 等一下大家看我的射箭的姿势 应该就可以了解 那事实上我觉得射箭它的功能很多 包括我其实觉得学一个新的东西 也可以防湿指 然后其实它可以练到核心的稳定度 然后上肢的肌力都可以 然后譬如说我们那个专心注意 这些都是在射箭里头可以达到的 那因为刚刚我们刚好检查了那个陈主任的 那个五十肩嘛 所以我想说那我们也可以用射箭这个方式 来达到这个训练肩胛的稳定度 跟大家说明就是说我们家没有箭没关系 你可以拿弹力带去模仿那个动作 我待会可以示范 所以我们现在就有时间交给主任 让他边说明为什么射箭可以训练 这个肩胛的稳定度 同时他要射出漂亮的一箭 不能NG啊 好我们射箭的时候呢 大家看我的动作就会知道说 为什么会有肩胛稳定度这件事情 好那我们是瞄准了我们要瞄准的地方之后呢 事实上我这个右手是要往上抬起来 好那一直要拉到 你看我用我的肩胛骨的力量 肩胛骨肌肉的力量 一直拉到我的耳朵旁边 然后射出去 哇这样就有黄心耶 是那所以 所以这样子 我刚刚拉箭的时候 其实不是手指头在拉 是用我肩胛骨的机力在拉 所以它是可以同时达到 训练肩胛的稳定度 可以要求再一次吗 可以啊 让我们仔细地看到 这个黄色的箭靶 哇非常的准确 它真的就是正中黄心 练的是这个肩胛骨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去想想它 家里如果没这东西 你就拿弹力带去模仿这个动作 好我等一下可以示范用弹力带 好的 哇这个不是人人都能射箭的 因为主任平常是有在做 瑜伽太极拳的 对但是我觉得是一个新的活动 那可以大家都可以来尝试看看 好来 对好 就是我们对准了 然后这个 我应该是站在跟它垂直的方向 然后拉过来 非常准不要理它 好好 放下弓箭 拿像弹力带来告诉大家 好那我们用弹力带 其实可以假设就是 它像一个弓一样 它的弓跟弦 那我们就是大概把弹力带 弹力带其实分颜色 那不同的颜色呢 它的那个力量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当然可以从轻的开始 那如果自己的力量好的话 就可以用重的 好那我们是一般先这样 这样子那一样我把我的左手当作是弓 好当作就是我刚刚握的弓 对然后这个弹力带这边呢 就是用右手一样把它握起来 这样 哇帅气 好清楚哦 那所以如果我是正常是这样子射箭 对但是我在练习的时候 我应该可以两边都做 好那我就就不会 我只练习了一边 所以我两边都做 对 这个平常在座位上也都可以练习 是啊是啊是啊 大家都可以练习 谢谢主任